哈喽 网校的帅哥美女们 在前面咱们讲了财务会计当中的资产负债的核算 那这样的话 其实关于财务会计的核算的主要的部分 已经讲完了 但是我们还有三个要素 一个是净资产 然后第二个是收入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费用 那咱们现在一起来看一看净资产的内容有哪些 那一提到净资产 大家可能马上想到我们企业会计当中叫所有者权益 但是我们在政府会计当中 它就仅仅只是叫这个净资产 这中间其实是有生意的 大家如果有兴趣 你们看一看企业会计准则当中讲的所有者权益 它是怎么定义的 它的定义是包含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不是代表的是投资者在这个主体当中 享有的剩余权益 这是从性质的性质方面来讲的 第二个从数量方面来讲的 是资产是不是减去负债以后的这个金额 而我们政府会计当中讲的净资产 没有从性质方面来下一个定义 就仅仅只是说这个净资产 就是咱们政府会计主体 它资产减去负债以后的这个余额而已 为什么没有从性质方面来下定义 因为它没有这个所有者 或者说不能叫没有所有者吧 所有者是国家对不对 它是一个大的概念 所以行政事业单位净资产 是指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扣出负债以后的这个净额 那这个净额是怎么形成的 我们一共会用到这样七个课目 这七个课目当中 有三个课目不常用 我们先暂时放一下 第二个专用基金 第三个权益发调整 还有第六一个无偿掉拨净资产 当然以前年度盈余调整 是我们后面再给大家讲的内容 那这样的话 大家就可以看到 是不是有三个课目 第一个叫本期盈余 本期盈余你就想成什么 你就想成相当于 我们企业会计当中 本年利润是一样的意思 就是我们企业会计当中 到期末的时候 所有的收入 所有的成本费用 是不是转到这个本年利润 那行政事业单位一样的 到期末的时候 我的这个收入 我的费用 是不是全部转到 是本期盈余 然后有了这个本期盈余以后呢 接下来 那它会进行 这个盈余的分配 对吧 盈余分配呢 你就把它想成是什么 想成我们企业会计当中的 是利润分配 最后没有分配完的 叫什么 企业叫 是未分配利润 那我们这里呢 就把它称之为叫做 累计盈余 这样的话 大家可能就把 这个逻辑搞清楚了 收入费用转到 是本期盈余 本期盈余转到 是本年盈余分配 然后本年盈余分配 最后剩下的 没有分完的 那就转到 这个累计盈余里面 就可以了 那三个不常见的科目 是哪三个呢 第一个就是专用基金 专用基金呢 是指事业单位 期末累计提取或者设置 但尚未使用的专用基金的余额 这个就有点相当于 我们盈余供给当中的 这个法定供应金一样的 那我们事业单位当中 其实最主要涉及到哪一部分 就是按规定 我们事业单位 它的非财政拨款 是结于这一部分 它可以提这一个叫 职工福利基金 所以它会用到专用基金 这样一个科目 然后权益法调整呢 权益法调整 我们在哪里涉及到 就是在我们前面讲 长期股权投资 简化的权益法 简化的权益法 如果对方实现内润 发生亏损等原因 导致的净资产的变动 那我们对应的 做的是投资收益 对吧 做的是损益调整 那如果是被投资企业 除了这个实现利润 发生亏损之外的 其他的这个变动 其他的所有者权益变动 那咱们做的是不是 借长期股权投资 带权益法调整 然后前面我们涉及到 体制内这个资产 调来调去 是不是用到一个 无偿调拨 是不是净资产 那为什么叫 无偿调拨净资产 因为你有调入 是不是有调出 对吧 那调入你会增加 无偿调拨净资产 调出你会减少 无偿调拨净资产 那他的净值 那就应该叫 这个地方的 无偿调拨净资产 所以我们在 讲的时候呢 就分两大块 来给大家讲 所以前年度盈余调整 放在第六个问题里面来讲 我们现在就讲两大块 第一大块 是关于 累计盈余的形成 那累计盈余形成 他的基本逻辑是这样的 我到期末的时候 期末的时候 我的收入费用 要转到本期盈余 如果严格来讲的话 你看他这里用的是 本期盈余 就相当于我们每个月 完了以后要结账 结账的时候呢 就需要把收入费用 是不是转到 这个本期盈余 然后这一年完了以后 那我本期盈余 是不是形成了一个 累积的一个数字 转到哪个地方 转到本年盈余分配 而这本年盈余分配呢 在事业单位当中 主要就是提一个 是不是专用基金 那最后剩下的 再转到累计盈余里面 这是他的一个流程 我们把这个流程 写成会计分录 他就是这样的 第一 你期末的时候 是不是要接转 这个收入 接转收入 收入平常发生在代方的 所以在接转的时候呢 是不是借收入 是不是带本期盈余 当然你比如说你投资收益 投资收益有可能是亏损的 亏损你是不是在借方 那我们转的时候 是不是借本期盈余 带投资收益就完了 然后第二 那期末借转费用 费用是不是一定是在借方的 那我们借转的时候 借本期盈余 带费用 然后接下来 年末 借转 注意要是年末借转 借本期盈余 带本年盈余分配 一般是这个分路 那如果出现了相反方向 那你比如说 本年是亏损的 那本期盈余累计数 是应该在借方的余额 那你要做一个借本年盈余分配 带本期盈余 那我们这里所谓的 这个分配 其实就是对事业单位而言的 因为事业单位 它非财政拨款结余 或者是经营结余当中 提取专用基金 按照预算会计下计算的提取金额 借本年盈余分配 带专用基金 职工 福利基金 你想一想 这个是不是就有点 类似于我们 最早的时候 学企业会计 有一个叫法定 是不是公益金 对不对 一样的逻辑 最后才把它转入到累计盈余 借本年盈余分配 带是不是累计盈余 这个是不是就相当于 我们最后的 未分配利润 对吧 有点类似 所以你始终记住 这样五个步骤 第一 转收入 第二 转费用 第三 本期盈余 转这个本年盈余分配 然后第四 提取是不是专用基金 有 如果你们单位提了 这个职工福利基金的 就有这一步 没有提就没有这一步 最后一步 那就是把本年盈余分配 转到累计盈余里面 这是它整个合算过程 我们特别要注意一下 就是我们提这个专用基金的时候 你提专用基金的时候 你是不是做的是什么 借方是这个本年盈余分配 带方专用基金 那专用基金是不是就增加了 那以后使用怎么办呢 以后使用 你就要分成两种情况 如果就是一种费用性的支出 因为你以前已经提了 那直接充这个专用基金 借专用基金 带银行存款 如果形成了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的 那你要做借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带银行存款 那这个时候 你把专用基金用了 但专用基金这个账户 是没有减少 那怎么办 再来做借专用基金 带累计盈余 你发现 这个是跟我们前面的 那一个科研间接费 它的处理 有点相似 只不过科研间接费 是预提费用 它是通过负债 来进行反应的 而我们这里 是通过净资产的科目 专用基金来反应的 这个处理会用的比较少 因为虽然我们有规定 事业单位 可以提这个职工福利基金 但是在咱们现在的大环境下 大家一听到搞职工福利 是不是心里面就直打哆嗦 所以我们其实大部分的这个事业单位 没有这个处理 因为没有提这个职工福利基金 第二个 那无常调拨净资产 前面讲存货 讲固定资产 讲无形资产 已经讲过了 对吧 那我们把它放在一块来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如果是 A单位 有一个固定资产 100万 折旧 比如说60万 把它调给B单位 那不考虑这个费用的问题 那A单位是不是叫调出 B单位是不是叫调入 对吧 那A单位就做一个 借方无常调拨净资产 借方累计折旧60万 把无常调拨净资产40万 然后带方这个固定资产是不是100万 那B单位呢 是不是借固定资产是不是100万 带累计折旧60万 带无常调拨净资产是不是40万 当然你如果要简化的话 直接借固定资产40万 带无常调拨净资产40万 那是不是也完了 对吧 但是做完整的应该是原模原样的 就搬过来 好 那我一个单位是同时有调入 同时有调出 所以你调入的时候借资产 带无常调拨是不是净资产 然后调出的时候呢 是借无常调拨净资产 带是不是资产 最后你无常调拨净资产 借方带方是不是相抵 抵了以后就直接转到累计盈云 其实前面两笔分路已经讲过了 而这里我们强调的是最后一笔分路 最后一笔分路也就是 你过程当中用的是无常调拨净资产 但最终要转到累计盈云里面去 对吧 当然我们刚才举的例子 没有考虑这个费用的问题 如果是调出方的费用 是直接进入到资产处置费用 如果调入方的这个费用呢 那就进入到资产的成本就OK了 然后第三权益法调整 这个咱们就不说了 对吧 因为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 涉及到权益法的时候 才会用到 与前年度盈予调整 放到最后再来给大家讲 比如我们这个例子 来做一个完整的 这个接转的处理 2021年1月 Y事业单位累计发生财政拨款收入600万 事业收入400万 非同级财政拨款收入是100万 相当于我的收入一共是1100万 业务活动费用呢 是500万 单位管理费用100万 这是最简单的 几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收入是不是转到本期预约 所以这方 财政拨款收入600 事业收入400 非同级财政拨款收入100 预算会计怎么做的 现在不管它 当然预算会计到期末的时候 它也会要进行接转 那我们就不管它 现在 然后费用借本期盈余是600 带业务活动费用 单位管理费用500的100 然后接下来本期盈余 是不是要转到这个本年盈余分配 最后再把它转到这个累计盈余里面 但是这个学习啊 要等到我们把收入费用学完以后 以才更加好的理解 所以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看 关于最后的两个要素 财务会计当中最后两个要素 一个是收入 另一个是费用 那什么是收入呢 收入是指报告期内 导致行政事业单位净资产增加的 还有服务潜力或者经济利益的 经济资源的流入 那这个叫收入 它的确认条件 三个方面 第一 是不是很可能流入 经济资源很可能流入 第二一个 这种流入的结果是什么 导致资产的增加 或者负债的减少 最终是导致这个净资产的增加吧 第三 要求流入的金额能够有看到计量 这个定义呢 跟我们企业会计没有多大差别 咱们首先一起来看一看收入的科目 这科目呢 在我们大纲当中啊 包括在咱们的辅导教材当中 是没有讲完的 我这里呢 拿出来给大家形成一个整体的印象 我们现在事业单位会计当中 一共设置到11个收入的科目 但是行政单位只会用到6个 因为行政单位有的活动是没有的 所以他就没有这些收入 其实有5个没有嘛 事业收入 上级补助收入 付出单位上缴收入 经营收入 以及投资收入没有 其他都可能用到 那他的科目设置的逻辑 跟我们企业就不一样了 企业当中讲 是不是主业务收入啦 是不是这个 其他业务收入啦 一页外收入啦 投资收益啦之类的 它是按照功能来分类的 而我们事业单位的收入呢 是按照它的来源来分类 那事业单位收入来源 主要是三大块 第一大块上头有人 上头有人是拨给你的 那上头有人拨给你的呢 就会用到上个科目 第一个是财政拨款收入 财政拨给你的 是叫财政拨款收入 那如果是上级部门 但是它是非同级财政拨款呢 是不是就有一个 非同级财政拨款收入 啥意思呢 就财政拨款和非同级财政拨款 都是属于拨款 只不过一个是财政部门拨给你的 另外一个呢 是非同级财政部门 也是财政拨款 但它是非同级的 那如果是还有上级单位的 就会用到上级补助收入 这是这三个科目 那如果你有下级单位 下级单位这个给你上点供 那就叫什么 是附属单位 是上级收入 第三大块 就是自己挣的 自己挣的最主要的是什么 你比如说一个事业单位 那就是事业收入 是不是经营收入了 对不对 当然还会有一些零星的 你比如说投资收益 捐赠收入 利息收入 租金收入 是不是其他收入 就设得很细 但是大体就是三个大的方面 那我们在考纲当中的要求 我们只讲了 是不是三个东西 第一个是财政拨款收入 第二是事业收入 第三是非同级财政拨款收入 所以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就是要分清楚 这三个科目之间的 这一个区别 你大概可以这样去想 财政拨款收入 你看和非同级财政拨款收入 这两个 他们共同的地方是什么 共同的地方 是不是都是财政拨款 对不对 都是财政拨款 但是为什么后一个 加了一个非同级财政拨款收入呢 因为它涉及到 就是财政资金的来源问题 你比如说 重庆理工大学 那重庆理工大学 是重庆四属的高校 四属的高校呢 我们是一个四级单位 那我们的同级财政是什么 我们的同级财政就是重庆市财政 那重庆市财政 我们之间存在是不是预算的领域的关系 那这个时候他给我钱是不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我们就叫财政拨款收入 但是重庆理工大学呢 处于重庆市的某一个区 本来我们跟当地的区财政是没有预算关系的 但是假定我们这个校长呢 很能干 去找到我们所在区的这一个财政去化源 那这个财政部门给了我们钱 那他同样是属于财政拨款收入 但是他不能叫这个财政拨款收入 那是叫非同级财政拨款收入 听明白这个意思 再比如我们的校长更牛 跑到财政部去 找财政部给了一笔钱给我们 那这个时候呢 他性质是不是还是财政拨款 但他不是我们同级的 那就叫非同级财政拨款收入 这一下大家区分开了 所以共同的地方是都属于 性质都是财政拨款 但是不同的地方在于 一个是同级财政 一个是非同级财政 存在预算领培关系的 就是财政拨款收入 不存在预算领培关系的 就叫非同级财政拨款收入 当然我再比如说 重庆还有一个大学 重庆大学 重庆大学呢 他就属于教育部的 那他的同级财政是谁 他的同级财政就是财政部 财政部给他拨款 那就叫是财政拨款收入 但是他在重庆呢 重庆市是不是还要支持他 那重庆市财政给他一笔钱 那就叫非同级财政拨款收入 那事业收入就不说了 事业收入就是自己挣的 我们首先来看财政拨款收入 财政拨款收入 是指行政事业单位 从同级政府财政部门 所以是同级政府财政部门 取得的各项财政拨款 这个就不解释了 一般应当在收到款项时予以确认 并按照实际收到的薪额 你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说好的全责发生制呢 其实全责发生制 主要适用于是自己 是挣的这个钱 主要适用于自己挣的钱 像这种财政拨款也好 非同级财政拨款也好 事实上我们名字是叫 大方向说的是全责发生制 但实际操作的时候 就具体下来的时候 它实际上是一个收复事情 所以财政拨款收入 是要在实际收到款项的时候 才确诊 而且是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 进行计量 那有三种方式 如果是属于直接支付的 借资产或者费用 带财政拨款收入 那如果是授权支付的 额度到账的时候 借领余额 带财政拨款收入 那如果是实拨资金 这种方式的 那就借银行存款 带财政拨款收入 这个为什么是这两笔分路 我觉得就不用讲了吧 我们前面讲过 国库集中支付制度 比如 例题七 2020年1月 Y事业单位 根据联度部门预算 用款计划 向同级财政部门 大家看这个地方 同级财政部门 申请授权支付额度 1000万 并收到了代理银行 转来的财政授权支付 到账通知出 到账的额度是1000万 所以你的财务会计 借零余额账户 用款额度1000 但财政拨款收入是1000 这个时候 如果你要做预算会计 当然应该做预算会计 只不过我们现在 只讲的财务会计 我还是把预算会计的分路 给你写出来 那预算会计当中 叫做借资金结存是1000 但财政拨款预算收入1000 也就是预算会计当中 它的收入多了两个字 叫预算 那我们需要注意 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个 收到款项的时候 不作为财政拨款收入 核算的三种情况 就是说 同级财政 是给我拨了钱 拨了钱的时候 我通常是应该做财政拨款收入 但是有的时候 你收到钱 不一定马上就能够做财政拨款收入 三种情况 第一个是 同级政府财政部门 预拨的下期的预算款 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12月份的时候 它拨一笔钱 但是拨的是下一年的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只能够通过往来挂起来 对不对 比如 假定是实拨资金 借银行存款 带是不是其他一份款 因为它是预拨的 第二个是 没有纳入预算的 是不是赞付款 就先暂时拿个例 但是没有纳入预算 那第三个是 采用实拨资金方式 通过本单位 转拨给下属单位的财政拨款 就是这三种情况 你是收到了钱 但是你不是说 从同级财政那个地方 收到了钱 都是做财政拨款收入 如果属于给你的 第一 是你的 而且是你当期的 才应该做财政拨款收入 否则的话 你只能够先挂起来 以后该怎么出 怎么出 比如是预拨的 今年借银行存款 带其他一份款 明年的时候 是不是借其他一份款 带财政拨款收入 对不对 那如果是没有纳入预算的 同样先挂其他一份款 以后看情况 以后如果人家说了 就是给你们的预算 你再把它从其他一份款 转到你的财政拨款收入 那如果是以后要退回去的 那你还要做一个相反的分路 那转播的 更简单的 收到的时候 先挂是个其他一份 以后付的时候 再把它转掉 这个问题我记得 应该是19年的时候 在这里曾经考过 这一个点 然后第二个提示 这是我们教材当中的 就是没有实际收到款 也因确诊收入的两种情况 这个呢 我觉得 还是有必要给大家讲一下吧 否则 大家看书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回事 它是这个意思 就是 我们现在 是不是搞国库 集中收入 我来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最简单的一个图 这是财政 这是本单位 这是第三方 我们前面 怎么给大家解释的 国库集中收付的快捷处理 我们说了 如果是十波资金 财政先给我一千万 我这一千万花出去 比如说花了九百万 那如果是十波资金 我要分两笔 收到钱的时候 是不是做收入 是不是一千万 花出去钱的时候 做费用 是不是做了九百万 那么最后 我的盈余 是不是就应该是有一百万 这一百万 那就属于 这个本单位的 因为我收入一千 付出去九百万 我最后是不是剩了一百 但是我们现在搞的是 直接支付 直接支付的话 那我们前面讲 其实在直接支付 这种情况下 我给你指标 下来一千万 但是你实际 又只帮我付出去了九百万 那我们平常做的是什么 平常做的是借方 费用 或者是支出 做了九百万 代方收入 是不是只做了九百万 但国库直接支付 有一个原则 他只是改变支付方式 不改变这个资金的使用权 这是制度规定的 意思是什么呢 我帮你是支付了九百万 但是你本来应该给你的是一千万 那剩下一百万 还是算成这个本单位的 还是算成本单位的 那就存在一个预算指标数 与当期实际支付数的差 那我们就需要把这一百万 把它补起来 所以要做一个借财政应法 还额度 代财政拨款收入 这是我们直接支付到期末的处理 也就是指标给你一千万 实际只帮你付了 是不是九百万 你平常做收入 做费用 是不是只做了九百万 但是那一百万 是不是还是属于你单位的 所以到年底的时候呢 你就要做借财政应法 和额度一百万 代财政拨款收入一百万 这是相当于财政就欠这个单位 是不是欠了一百万 这是制度上的规定啊 那如果是授权支付呢 授权支付 它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预算指标给了你一千万 额度到账只有九百万 然后呢 实际支出只有八百万 注意 这个预算是一千万 到账只到了九百万 那你平常做借你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代收入 是不是只做了九百万 同样 这个一千万和九百万之间 是不是还有一个差额 这一百万 你到年底的时候 也要做一个借财政应法 和额度 代财政拨款收入 相当于那一百万的额度 就是指标数 和额度下达数之间 是一个未下达的用款额度 你都要把这个收入做出来 这是我们制度的要求 这个问题呢 在我们最开始搞 国库集中支付制度那几年 考试的时候 特别是考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处理 当然当时考 是考的是 这一个行政单位会计 事业单位会计 对吧 我们现在讲的是政府会计 所以顺便提醒大家一下 我举例的时候 举了12年 13年 14年的 但是都是改成今天的会计处理的 如果同志们 你们在网上去看一些题的时候 这一部分就不要去看 19年之前的题目 因为很容易把你的思想搞混乱 19年以前 不是按现在这种处理方法来的 我讲的无所谓 因为我分得清楚 对不对 但这个问题 为什么要说一下 因为21年的时候 21年的时候 国务院发了一个文件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当中 是这样的 四线级财政国库集中支付结余 不再按全则发生之列支 相关单位联络不再进行上述处理 中央级和省级单位 根据同级财政部门规范国库集中支付结余 全则发生之列支的规定 相应的进行团队处理 啥意思 意思就是说 同志们 你们以后用到这一笔愤怒的概率越来越小了 在实践当中 其实我们现在基本上也很少用到这一个处理 但是你要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是拓展的内容 那我们来看一看以前的一个题目 10年 甲单位当年授权支付的预算指标数是1000万 当年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实际下达数是870万 然后甲单位财务部门 据此在2009年末 直接确认了财政拨款收入 是这一个130万 就要求你判断这个账户处理 是否正确 是否正确 那这个账户处理 按照国库集中支付的规定 它的处理就应该是正确的 也就是说 你的指标数是1000万 你的额度只到账了870万 你平常就只做了 借领余额做了870万 贷收入是不是做了多少 做了870 但是该你的一共是1000了 所以你到年底的时候 就要做这样一笔分路 借财政应返回额度 代财政拨款收入 同样的 在预算快期当中 也要做 借资金结存 财政应返回额度130 代财政拨款预算收入 是130 这是一个涉及到国库 集中收复制度 特殊的这一个处理 现在在实践当中 用得比较少 为什么用得比较少 因为到时候财政说 把你的预算给我变成870 是不是一下子就平衡了 但是你要知道 理论上有这样一种处理方法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那就是事业收入 事业收入 你就想成是自己挣的钱 就是是指这个事业单位 开展专业业务活动 及其辅助活动实现的收入 它不包括从同级政府财政部门 取得的各类财政拨款 因为同级政府财政部门 取得的财政拨款 那就应该是什么 就应该是财政拨款收入 你比如说 学校 以高校为例 以高校为例 那像我们一个高校 我们说的这种公办的高校 它最主要的收入是什么 两大块 第一大块 是不是财政拨款收入 第二大块 是不是学费收入 那变成会计科目 就是财政拨的钱 叫财政拨款收入 收的学费这一部分 就应该是属于咱们的事业收入 这是事业收入 那事业单位的取得的事业收入 一般按全责发生制 进行收入确认 这个就不一样了 是按全责发生制 那它的基本逻辑 你就要区分 我们这一个事业收入 它的资金的流向是怎样的 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事业单位 搞的都是收支两条线 比如我们学校收的学费 它是需要先上交财政专付 然后财政专付 是不是再返还的 返还给咱们的时候 是不是才能够叫做这一个收入 所以呢 如果是属于是财政专付返还这种情况 那你实现应当上交专付的收入的时候 应该是做借银行存款 或者应收账款 代应交财政款 但是这个问题 我前面多啰嗦了几句 啰嗦几句 它这两个地方的规定 两个地方的分路有点冲突 这个冲突是什么 因为应交财政款 通常应该是什么 实际取得要上交的时候 才应该做 所以应该做一个借银行存款 是不是带这个应交财政款 很少有做借应收账款 带应交财政款的 但大家知道就行了 这个逻辑 然后收到财政专付返还的收入的时候 借银行存款 代事业收入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一定要注意 以学校为例 并不是你从学生那个地方收到学费 就是你的收入 你收到学费是要上交的 所以它是应交财政款 给你的时候返还给咱们的时候 才是做的实验收入 注意哦 这个要跟我们财政拨款区分开来 这是我们自己挣的 交上去还给我们的 对不对 然后财政拨款 直接是从预算当中 是不是安排给咱们 第二个 那如果是涉及到预收的情况 以合同完成进度 确认收入的时候 要按照全责发生制 你比如说 我们拿到一个横向的一个科研的项目 那我们实际收到预收款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你活动还没有发生 所以要做借银行存款 代事预收账款 然后以合同完成进度 确认收入的时候呢 是借预收账款 代事业收入 所以注意全责发生制 有的时候啊 学这一个政府会计 特别是初学者 不太熟悉的时候 就是搞不太清楚 他有好多的例外 有的时候呢 说的是全责发生制 但是他又不是全责发生制 你有的时候以为 他不是全责发生制 他又是全责发生制 没办法 因为他的情况比较特殊 比如这样一个题目 2020年1月10号 Y事业单位接受委托 承担横向科研项目 合同金额是212万 含增值税呢 是12万 研究期限是24个月 1月20号 Y事业单位收到合同约定的 50%的款项 是106万 其中增值税是6万 该项目研究工作 2020年1月份的完成进度 为合同总工作量的5% 合同总工作量的5% 那不就是200万乘以5% 等于10万吗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账目处理是怎样的 Y单位的账目处理 我们现在仍然讲的财务会计 讲完以后 再给大家熟悉预算会计 当我们实际收到款项的时候 借银行存款106 贷方预收账款是100 贷方应交增值税是6万块钱 所以要把增值税是不是提出来 这个就跟我们一般企业的处理 是不是一样的 然后缴纳增值税的时候 借应交增值税6万 贷银行存款是6万块钱 然后以合同完成进度 确认收入的时候 借预收账款10万 带事业收入10万 相当于我每一个月 都要做借预收账款 带事业收入 这是财务会计的处理 那预算会计的处理当中 其中主要是涉及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增值税 在预算会计当中怎么处理 注意了 在我们现在的政府会计 制度的逻辑框架下 记住 我们在取得收入的时候 是不是有增值税的这个销项 取得收入的时候 增值税的销项 它是算到这一个预算收入里面的 我们买东西购买服务 我如果收到增值税发票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有一个 可以抵扣的镜像 这个可以抵扣的镜像 是包含在支出当中的 包含在支出当中 然后我上交增值税的时候 也是算的是支出 所以你要搞清楚这个事 这个事 在很多年前 曾经考过 考过 当时对这个问题争议很大 所以看清楚 我写的 欧礼平同志写的 才是正确的 才是严格按照政府会计制度来的 首先收到这106万 由于预算会计 采用的是收复实现制 借房资金结存是106万 贷房事业预算收入是106万 听清楚 虽然我们财务会计当中 最终 你可能做的收入是只有那个100万的 但是他这个地方 你事业预算收入做的是106 交增值税的时候 借事业支出6万 带资金结存6万 假定我们不考虑这个镜像的问题 当然你按照合同完成进度 确认收入的时候 财务会计有预算会计5 所以才会有我前面有一道题 现在可以给大家说了 前面有一道例题 是不是给大家讲买材料 对吧 买材料是这样说的 你比如说 我去买材料 假定买了113万的原材料 而且是用于经营活动的 而且这个13万的镜像 是可以抵扣的 你会计财务会计当中的处理 是不是这样做的 借方 这一个库存物品100万 借方应交增值税 明系应交税金 括号 进项税额 是不是13万 这个名字听起来比较烦 然后贷方 比如说银行存款 113 也就是说 你进入到库存物品的是100万 你进入到进项税的是13万 但是记住 此时你在做预算会计列支的时候 不要去看它是进入到了库存物品 还是进入到了进项税 你只需要去看 它现在拿出去的是113万 所以你在预算会计当中 列支出的时候 也就直接列113万 听清楚了吧 这是我们讲的关于这个事业收入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 是关于这个非同纪财政拨款收入 刚才讲过了 非同纪财政拨款收入 第一 从性质上来讲 它还是属于财政资金 是财政拨款 但是第二 它跟前面讲的第一个科目 财政拨款收入不一样的地方 在于它是非同级财政的 前面说过 重庆理工大学是重庆市的 重庆市财政给的钱 叫财政拨款收入 下面的区限财政给的钱 上面的财政部给的钱 都应该叫非同级财政拨款收入 明白了 重庆大学 它是属于这个教育部的 财政部给它的钱 是属于财政拨款收入 重庆市财政给它的钱 它只能叫非同级财政拨款收入 搞清楚了 所以它要按照应收 或者实际收到的金额 记录到非同级财政拨款收入 它的区别在于 刚才说了 一个是同级财政 一个是非同级财政 所以非同级财政拨款收入 是指行政事业单位 从非同级财政部门 取得的经费拨款 包括从同级政府 其他部门 得取得的横向转播的 这个财政款 或者是从上级 或者下级政府财政部门 取得经费拨款 就是按照预算 由同级财政 直接给你的钱 才叫财政拨款收入 其他的叫非同级财政拨款收入 但是有一个例外情况 记住了 事业单位 应开展科研活动 从非同级政府财政部门 取得经费拨款 不作为非同级财政拨款收入 核算 这个是放在哪里的 这个是一个特殊的规定 是放在事业收入里面的 啥意思呢 你比如说 我们每个省 是不是有这样一个部门 科技厅 假定一个事业单位 去申请了一个科研项目 科技厅给他一笔钱 那这个钱进入哪个地方 这个钱进入事业收入 就是事业收入 为什么 他这个钱最终是不是还是财政来的 但是是通过科技厅 是开展科研活动来的 那如果是其他的这些部门 给他的钱 但不是作为科研经费进来的 那就应该是属于 非同级财政部门 听明白 所以这是一个例外情况 第五一个问题 财务会计当中最后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费用了 费用 他的定义和确认条件 咱们就懒得说了 看一看科目 那在科目当中 我们一共涉及到这样八个科目 八个科目 事业单位这八个都要用 但是行政单位很简单 只用三个 因为行政单位 他不需要用单位管理费用 不需要用经营费用 上缴上级费用 付出单位补助费用 锁落税费用 他就用三个 第一个业务活动费用 这个是不是用的最多的 第二个是资产组织费用 然后第三个是其他费用 所以你看同志们 搞财务 还是要到哪种单位 哪种性质的单位 看了以后你就清楚了 行政单位啥 你到事业单位 你做个账 平常什么报什么 彩礼费呀 办公费呀 乱七八糟的 你还要区分 哪些应该算业务活动费用 哪些应该算单位管理费用 对不对 你如果到事业行政单位 哇好单纯 啥也不用想 直接业务活动费用 资产组织费用很简单吧 对不对 当然还有搞不清楚了 算到其他费用里面 这是整体的科目 我们 首先 关于这个业务活动费用的问题 特别是对事业单位 我们要区分业务活动费用 和这个单位管理费用 听清楚了 只有事业单位 是不是才有区分 行政单位用不用区分 行政单位不用区分 因为行政单位 他只有业务活动费用 事业单位两个科目都要用 业务活动费用 以及单位管理费用 所以你看啊 业务活动费用这个地方写的是什么 行政事业单位 既有行政单位 又有事业单位 而单位管理费用这个地方 是不是只写的是 事业单位 那事业单位 本期行政及后勤管理部门开展管理活动 发生的各项费用 包括单位行政以及后勤管理部门 发生的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资产折旧贪销等费用 以及由单位统一负担的离退休人员经费 工会经费 诉讼费 中介费等等 这个理论上啊 区分起来很简单 考试的时候区分起来也很简单 但是实务工作真不简单 你比如说 以我们这个学校为例啊 这个学校发生的这样一些费用 有的是比较好区分 有的真不太好区分 你比如说 如果是以我所在的单位为例 有什么会计学院 有什么车辆学院 有什么马克思主义学院 有什么这样学院那些学 那这些单位发生的费用 你们觉得应该叫业务活动费用 还是单位管理费用 当然叫业务活动费用 比如像我们的什么校长办公室啊 像什么后勤部门呢 那这些发生的 当然是应该是属于单位管理费用 但是有很多 你感觉是不是可左可右 我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学校有一个教务处 那你觉得教务处发生的费用 到底应该算业务活动费用 还是单位管理费用 你觉得都有道理 但是呢 你觉得把它画在这个业务活动费用里面 是不是好像要合理一点 再比如说我们还有什么很多处是 什么团委呀 什么学生工作处啊 什么图书馆呢 那这些呢 那你觉得也放在业务活动费用里面 那再比如说像什么科研处啊 研究生处啊 那这些又放在哪里呢 你感觉好像都可以 想来想去 你还是把它放在业务活动费用里面比较好 你总是希望业务活动费用多一些 单位管理费用是不是做少一些 那我只是举学校的例子 那你想一想 你所在的单位呢 这个 所以考试其实很好区分 实际工作真不好区分 那具体的内容 包含哪些 不管是业务活动费用也好 单位管理费用也好 包括你比如说人员的费用 具体的薪酬外部人员劳务费 那你就按计算确定的金额 领用库存物品 以及动用发出相关政府储备物资 那你就按照领用的或者发出的金额 那涉及到什么折旧贪销 那按照具体的金额 记录业务活动费用 或者是贪费管理费用 那再比如 我们涉及到经营活动的 还有哪些呢 你比如说涉及到什么税金的问题 什么承建税教育附加这些东西 他也会记录到业务活动费用 或者是单位管理费用 当然与经营活动相关的 你会算到是不是经营费用里面去 然后发生的其他各项费用 包括从收入中提取的专用基金 并记录费用 按照费用确认的计划 费用的核算 考试也会考的比较少 因为他在考资产的核算 考其他的地方 一下子把费用包还进去了 所以单独考可能性比较小 大不了就给你考一下 很明显的哪些应该记录业务活动费用 哪些应该记录单位管理费用 我们注意这样几点就可以了 第一个 费用的核算 要按全责发生制 在财务会计当中叫费用 在预算会计当中才叫支出 财务会计当中的费用是叫全责发生制 预算会计当中的支出 是不是才是收复实现制 所以包括我们前面讲的 你买材料的时候 是不是要先进入存货 你用的时候才进入到费用 这是不是叫全责发生制 那预算会计当中买的时候 直接列支这个就叫什么 收复实现制裁 第二个 注意一下 事业单位也要区分业务活动费用 和单位管理费用 行政单位的都是什么 业务活动费用 他没有单位管理费用 这个科目他不用 然后第三 那如果是发生什么购货退回等等业务 这一类的业务 不一定非得是购货退回 如果已经进入了费用的 按照收回或者应收的金额 你要充减 这是当年的 那你们想一想 如果不是当年的怎么办 如果不是当年的 那你就可能 我只是说可能 要按照我们会计调整的方法 只要考虑要不要调整 累计盈余之类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个例题 简单的例题 2020年5月31号 Y事业单位以授权支付方式 支付了水电费50万 其中业务活动开展过程当中 消耗的是40万 管理部门消耗的水电费是40万 这个呢 也只是我们考试当中采用的 我问你 那我们不可以每个部门 单独做一个水表 单独做一个电表 那我们只是用一个方法来分吧 对吧 那我们按照一定的比例来分一下 就可以了 很简单 财务会计当中 借业务活动费用40 带单位管理费用40 带领余的账户 用款额度50 那预算会计当中 借事业支出50 带资金结存50 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我这里没有支付呢 按照我们前面的讲的 我做一个预提费用50 可以吧 可以 那如果做预提费用50 预算会计是不是就没有了 以后支付的时候 财务会计是不是充预提费用 预算会计是不是再来做 借事业支出 带资金结存 所以通过我们讲 这个财务会计内容啊 实际上可能把 这个预算会计内容 也给大家是不是讲了一些 那我们 把财务会计学完以后 我们再来学习这个预算会计 但是你要注意 他们二者之间实际上是 经常是同时发生的 学的时候 所以我尽量的放在一起 也许给大家带来了一点困扰啊 但是你学完以后 才知道欧老师的良苦用心啊 咱们这一部分 先就讲了这个地方 休息一下 我们再开始再来讲 这一个预算会计 是 这一个预算会计判断的 你的法宜 卖 这一个预算会计判断